在明代的优秀将领之中啊 论作战勇猛运筹帷幄 七级光的整体素质应该能排在前五名 而他之所以能够在军事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作用 是因为他有着一项无人可及的专长 就是训练 三千个新兵弹子 怀揣着混饭吃的梦想来到了军营 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地狱般的生活 根据绩效新书记载 但凡新兵入伍 七级光总要迅一段话 鼓励大家学武 这一段话呀 可以说是一段奇闻 可供各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参考 所以我们摘录一下 这话怎么说的呢 诸位都听了啊 练武不是你答应官家的公式 是你来当兵杀贼救命的勾当 你武艺刚要杀了贼 贼杀不了你 你武艺不如他 他就把你宰了 你要是不学武艺 是不要性命的呆子 学武这事是为了保你自己的命啊 不是为我 当然了 作为一名新兵这些话 你大可当事旁风 但是七级光指导员呢 压根也没指望你能自觉执行 公司里边这些个什么制度了 什么为谁准备的 你肯定不自觉执行吧 他已经预备了许多惊喜 以保证你充实的度过这段难忘的军营生活 思想教育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战队队列 包括队伍行进转向啊 等等等等 具体形式和咱们今天差不多 你要是转错方向走错列队 那就不是拉去罚站这么简单了 你要是真弄错了 那打板子 打完了也不让你去医务室 你接茬练啊 练完队列之后 七教官教大家学习号令 包括雷鼓前进 明镜收兵 以及旗帜挥舞的各种意义 你不识字不要紧 七教官教你 但如果教完了 你还给七老师 那就不好了 为了保证你下次记住 七教官会打你板子 直到你哭咧喊娘 发誓一定记住为止 那么完成了这些既定课程之后呢 下面就该学习武艺了 教官呢 都是从各地选来的武林高手 全部都是练实战的 套路选手一般呢 不在聘请之列 考虑到大家文化程度不同 以及智商的差异性 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 七教官呢 把学习成绩分为九等 定期考核 考核的方式就是实战 规则呢 就是这么着 双方对打 你赢了升级 升一级赏银一分 你输了输了就降级 降一级打五棍 这个规则简单概括为 你不打我我就打你 反正打不过战友 就被七老师打 横竖都是个被打 还不如拼命打战友呢 顺便可能还能挣点零钱 于是呢 就在这种激进于 惨无人道的训练方法之下 新兵同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每天是遍体鳞伤啊 轻一块紫一块的 然而正是在这个残酷的环境下 他们练就了非凡的武艺 成就了非凡的事业 而对于这支特殊的部队 后世的人们有一个通俗的称谓 七家军 在中国历史上啊 曾经有过无数之精锐的特种军队 比如说汉代的虎奔军 三国师卫国虎豹席 唐代的玄甲军等等等等啊 这个战斗力之强悍呢 鲜有匹敌 但是呢 纵观古今呢 能明文天下 而且以将领的名字命名的军队 只有两支 除去七级光之外 就唯有岳飞能够获此殊荣了 一个七家军 一个岳家军 于大游的军队也叫于家军 但是名气啊 不如这两支大 对于七级光和他的军队而言呢 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评价 军队训练成形 七级光呢 就决定带他们出去逛逛 其主要目的自然不是作战 不过呢 就是这个锻炼实战技术 渐渐世面 而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呢 就是台州 不幸的是 就在台州附近的交江 这帮新兵们第一次遇上了真正的敌人 就是倭寇 这是一件让七级光始料未及的突发事件 毕竟都是新兵弹子 指望他们打胜仗 还是不靠谱的 然而呢 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由于长期以来 新兵们饱受齐老师的摧残 累积了满腔的怒火 心态已经接近失控的边缘了 这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什么 发泄的一个档口 敌人出现了 来吧 是不是 招呼着 突然意识到我们这机会来了 后果十分严重啊 这三千新兵啊 就跟野兽一样 瞬间就击溃了眼前的敌人 并且是穷追猛打 一直追出上百里开外 把沃寇赶下海 这事才算是了的 在此之后 这支新军呢 一发不可收拾了 沿路高歌猛进 什么台州温陵等地 连续四次遭遇沃寇 四战四胜 七级光心满意足了 在他看来啊 自己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他已经拥有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 可是事实证明他错了 夹境三十七年 七级光的美梦被无情地打破了 岑岗 这个毫不起眼的弹丸之地 盘踞着缺兵少量的倭寇 仅仅一千人而已 七级光带着他的三千新军 和卢唐啊 余弹游沃一同发动猛攻 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 然而结果并非如此 面对这小撮顽强的倭寇 上万名名军竟然是毫无办法 而且多次受挫 伤亡惨重 而之前威风无限的这个新军呢 在这群有组织的敌人面前 也全然没有了当初 打伞兵游泳的威风 七级光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苦心锻炼的新军呢 开始败退 开始逃窜 开始丧失所有勇气 而这一幕是他无法接受的 由于战局不利呢 七级光被撤掉了参将的职务 眼看着饭碗要丢了 七级光只得豁出老命苦思冥想 终于绝地反击 射击解决了这帮丸敌 但是残酷的现实呢 仍然震醒了他 他终于意识到 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要完成抗窝的大业 他还缺少极为重要的意怀 在汪芝被捕的那一天 七级光就做了一个清醒的判断 不久之后 无数失去控制的窝寇 将蜂拥而至 并且发动疯狂的攻击 和平的侥幸与妥协将不复存在 要战胜这群暴徒平息战乱 唯一的方法是 拥有更强的暴力 以暴制暴 一直以来呢 七级光都相信 自己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所有要素 优良的武器 装备 合理的战略战术 优秀的指挥将领 严酷的训练方法 然而他仍然失败了 他苦心练就的新军 仍然不堪一击 他隐约感觉到 自己似乎还忽略了一个 关键的因素 经过几天的反复思索 他终于找到了 这把最后的钥匙 士兵 在七级光看来 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必须具备如下的素质 叫 急如风 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难之如阴 动如雷霆 这是孙子兵法里的 这就是被无数军事家 奉为经典的六儒真言 兵家有云 达六儒者 战必克 攻必取 无往而不胜 而在六儒指中 最后两儒要靠将领 前面四儒 必须得靠 手底下的这些个小兵们才行 对于自己这个将领的能力 齐继光还是有信心的 但是提起手下这帮人的素质 齐继光只能是无语对藏天了 对于这个问题 齐继光曾于当时的台州之府 后来举世的名将 这个谭伦的 有过一段极为有趣的谈话 谈话内容 这个大致是这样 而齐继光说 虽然我已经尽全力操练了 但是历经战争之后才发现 新军有很大问题 这有什么问题呀 这谭伦问的 还有什么问题呀 齐继光说了 说我所部三千新军中 大部分都是 楚州兵和绍兴兵 就是今天浙江利水附近 这两地士兵各有特点 比如说楚州兵呢 作战十分勇猛 听命从不迟疑 冲锋陷阵 非常积极 是战斗的主力 但是那有什么问题呢 谭伦问他 齐继光说 有什么问题啊 他们每次打仗之前呢 都跟我谈条件 谈条件 谈什么条件呢 别说了 作战之前他们要求 必须知道作战的对手和人数 然后自行内部商议 如果认为能打就作战 但要是他们认为不能打 你这边啊 你说动天王老爷 他们那边绝不会卖力 这还没完 头疼的在后边呢 继光说了 相对而言呢 少兴兵更加听从命令 甭管打什么仗 他们从来不拒绝 完全服从你 而且不怕苦 扎营了修成了 这类力气活他们也干 尽全力从无怨言 而在战场上呢 如果敌人退却 他们会主动的追击 是这个遵从军令 作战勇猛 这不挺好吗 唉 七光说了 可问题是 如果敌人进攻的话 他们就会主动的撤退啊 当然了 如果敌人再退 他们还是会追的 但如果敌人回军 他们就再次撤退 据我统计 但凡与敌相接三十部内 即将肉搏之时 他们一般会全军退走 总而言之 关键时刻顶不上 谈论问那怎么办呢 沉默片刻之后 七七光用一种 一声重重的叹息 结束这次谈话 说怎么办 我也没办法 其实啊 在两个人的这个谈话当中啊 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 叫地理决定论 一般来说呢 生活在艰苦山区的人呢 性格是比较强硬的 而且民风彪悍 不怕死 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啊 混碗饭吃实在不难 不到万不得已 也没人愿意拼命去 楚州地区多山 经济条件差 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 当地人向来信奉 脑袋掉了玩大个霸了 之类的这个玩命理论啊 绍兴呢 山清水秀 读书人也多 而且主要从事脑力劳动 你们俩说像徐文长吧 这也实在不行了 还可以搞点旅游服务业 实在犯不着啊 偏死偏活的 这对于这种地区性差异啊 单靠训练是没法解决的 七级光也确实是没办法 要没办法怎么办 就凑合着过呗 弹风作战 七级光只能安排绍兴兵守营 然后去跟楚州兵做思想工作 劝说他们奋力杀敌 此来彼往 疲于奔命 每次打完仪仗都累得半死不活的 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啊 在战死之前 就被活活累死了 七级光决定去寻找一群 勇猛强悍的人 来代替现有的士兵 组建一支真正战无不胜的七家军 正如他跟胡东县所说的那句话叫 堂堂权这岂无才用啊 他相信自己一定是会找得到的 一年之后呢 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 因为一次偶遇 加定37年 七级光因事出公差 事情办完之后呢 没有原路返回 兜了个圈 准备啊 视察一下民情 然而当他偶然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 却看到了一幕让他触目惊心的情景 他经过的地方叫做义乌 他看到的场景是打架斗殴 作为一名剑冠杀人放火 尸横遍野的军事将领 七级光的心理承受能力是相当强的 但他依然被这次斗殴给震惊了 因为这次斗殴啊 不是一次寻常的街头流氓 两人 两伙人打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一次再入史册的斗殴 这是一次改变了抗窩历史的斗殴 这是一次光荣的成功的团结的斗殴 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 义乌啊 原本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 老百姓都很穷的 偏偏的老天爷够意思 这个地方陆续的发现许多矿藏 于是当地的农民呢 就离开耕地改行当矿工了 那矿自然是比粮食值钱的 慢慢的义乌人呢 发家致富了 哎 这下子旁边的穷弟兄永康啊 不干了 希望义乌能拉兄弟一把 有钱大伙一起赚吧 有康大伙一起挖吧 但是义乌人不答应啊 俺们挨了那么多年苦 好不然也要熬出点 盼点头来 是不是 现在你来吃县城的 你算老几啊 然而永康的穷兄弟们 依然出发了 带着农具啊 铁铲的管制刀具 什么就来了 想着梦想中的致富地点 奋勇前进 反正穷命一条 当今世上谁怕谁 吃定你了嘛 义乌方面得到消息 立刻组织数千人前往蓝街 双方在义乌城外的八本山 你说偏偏就是这么个名啊 相遇了 就此呢 开始了这一场 惨烈无比的斗殴 七几光之所以有幸 看到这幕盛况啊 绝不是人家上午开打 他下午赶到了 真正的原因在于啊 这是一场十分特别的斗殴 义乌的百姓们 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一个事实 原来斗殴也是可以 旷日持久的 自家境37年6月起 义乌矿工乡民 与从永康赶来的开矿者 爆发泄斗 双方参与 欧斗的人员 累计达到三万人左右 历时四个月 直到十月秋收方告结束 死伤共计2500余人 懂得吗 那是让七几光永生难忘的一幕 无数平凡的义乌百姓 在那一刻变得如此的不平凡 他们不论男女老幼 大家一同上阵 用所有能找得到的武器 打击敌人 农民用锄头 矿工就用绝头 连家庭主妇拿起了菜刀 眼中冒着凶光 狂叫着冲向敌阵 大砍大杀 生人无尽的 他们不但砍人勇猛 还极具牺牲精神和悠良的斗争传统 父亲伤了儿子 替哥哥残了弟弟上 就连被人打声一口气 抬到家就死的人 临死前还得留一句遗言 我死之后 你们接茬打 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七几光由衷的发出了感叹 关于自己的所见所感 后来七几光曾对于大游 讲过这么一番话 说我自幼随父从军 转力四方 二十二岁参加会试 正欲俺拿进犯 担任警戒 后助手继门 曾亲眼目睹 打打铁器 来无影去无踪 动如惊雷 堪称迅猛 后奉调入阵 与倭寇作战 此类人善用刀剑武艺高强 且性情暴力 却为难得一见之强敌 然而对一口气之后 七几光终于说出了心中的恐惧 征战半生 天下强横之徒 我大都曾见过 却也无从畏惧 但如一乌之人 标勇横骂 善战无畏 实为我所未见 让人闻风丧胆 可怕 可怕呀 而对于这场长达数个月的泄斗 当地政府也没有丝毫行动 既不理也不管 只是每天派几个人过去观战 对于这种行政不作为的行为 七几光却没有丝毫的怪识 毕竟大伙都是吃混饭吃嘛 还想多活几年嘛 对不对 是可以理解的 他只是急忙的赶了回去 连夜要求建胡东县 说了这么一句话 若准我在义乌争兵四千 窝口之乱必平 胡东县略加思索 同意了他的提议 对于义乌人的战斗精神 七几光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 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师 他决定提高招兵的标准条件 只有最为精锐 最为勇敢的义乌人 才能成为这支强大的军队当中的一员 那么要想加入七家军 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对于这个问题啊 我们大致能给出一个简单类比答案 就是你能通过层层海选 进军选秀节目总决赛 但是未必能考得上七家军 绝非耸人听闻啊 胡宗县的幕僚 郑若珍案 所住的这个江南经略当中呢 有这么一份详细的招生简章 你而不服气 可以去对比一下 凡选入军中之人 以下几等人不可用 哪几等人不可用呢 在市井里混过的人 不能用 戏换花拳绣腿的人 不能用 年过四十的人 不能用 在政府机关干过的人 不能用 这四等人都不能用了 以上 尚在其次 更神奇的要求还在下面 怎么着 喜欢吹牛 高谈阔论的人 不能用 胆子小的人 不能用 长得白的 不能用 为保证队伍的心理健康 性格偏激的人 不能用 大部分人都被杀下去了 如果照这个标准 即使打虎英雄武松先生 前来应征 估计也得落选 因为他不但曾担任公职 他是嘟头吗 而且性格不太好 杀人之后 用血流明 而被录取者 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臂膀强壮 肌肉结实 眼睛比较有神 看上去比较老实 手脚比较长 比较害怕官府 概括起来 七级光要找的 就是这么一群人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为人老实 遵纪手法 服从政府 敢打硬仗 敢冲锋不怕死 具备二愣子性格的 肌肉男 事实证明啊 义无确实 人才辈出 当然我不是说 大伙不好啊 开玩笑 开玩笑啊 义无确实 人才辈出啊 虽然招品要求 如此之高 但是经过海选 依然有四千多人 光荣入选 可见当地群众 除了极具商业前职之外呢 还有着相当高的 政治觉悟 新兵入伍之后呢 依照惯例 这个七指导员啊 又开始驯化了 只要听完他 驯化的内容 你就会彻底明白 这位仁兄 为什么搞那份 征兵标准 诸位听明白了啊 这是七指光驯化的意思啊 诸位听明白了 凡你们当兵之日 是要拿响银的 刮风下雨 袖手高坐 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 但是你要记得 这银两 都是官府 从百姓身上纳来的 意思就是 纳税人养的你 你在家种地辛苦 现在不用你劳动 白养你几年 不过望你 婴儿阵杀敌 你不肯杀敌 养你何用啊 其实七指导员的意思 很明白 放到今天来讲 一句话能概括 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 当兵是干什么的 就是要保卫国家 就是要保护国防 就是要上阵杀敌 当兵你不为这些事情 你白当那个兵 但是问题在于 这种拿钱办事的传统 职业道德教育 在咱们中国没有市场啊 当兵吃粮天经地义 这很多兵游子 翻筒我们的人生心跳嘛 所以为什么部队当中 特别重视这个思想政治教育 问题就处在这 你如果不这么干的话 养了一些兵 不上阵杀敌 要兵有何用啊 对不对 国防不是嘴说出来的 那是要靠 强悍的士兵 强大的实力 才能养起来的 所以 奇迹光设置了重重规定 只吸收不投机取巧 不怕死的老实人当兵 因为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 在战场上 是绝不能投机取巧的 怕死的肯定先死 而老实人终究不吃归 奇迹光终于找到了 合适的训练对象 但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 失去控制的倭寇 即将发动一次 规模空前的进攻 留给他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那么这次进攻 究竟是何时到来 奇迹光又该如何应对呢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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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